我们好,我是老夏,来的一个最经典的长城H5市区的,但是这个汽油市区2.4排断的那个车,然后是新疆的一个朋友开过来的,怎么称呼啊,那个,姓周,我姓周,我从新疆过来的,万里悄悄过来,啊,红着夏师傅过来的,感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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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大师傅,夏师傅在我们阅游圈里面是, 我这个不算阅游圈里面的人,说句实话,我说喜欢出去玩而已,然后它这个风扇我已经换好了,风扇是属于这个,风圈变形了之后,打着这个,风扇打着这个风圈变形了之后,然后擦这个,还有有点擦这个水箱,水箱没有擦烂,没什么问题,这车子说真的,我跟大家看一下,你们都不相信这个车子是哪一年跑了多久的,来,看一下名牌,看不看得清楚哪一年的车, 好,现在我们举起来看一下,给你们看一下这个车子底盘上怎么样,这是一年的车,一年的车,一年的车,一年,元月份生产的,或者二月份上的车,哇塞,一年的车,看一下这个长城H54,10年的老车哈,来看一下车况,你们知道这个车跑了多久吗, 跑了十年,然后跑了快三四五万公里,在底盘上怎么样,在底盘上,圆车底盘,没动过的这些,三十五万公里的底盘哈,说真的,这底盘真的太好了, 哪里都没什么问题,我检查过了,检查过了的话,现在是,首先那风扇我跟它换了,然后这个油底壳螺丝有点漏油,我也不敢去动它,它是啥,这个油底壳,里面滑溼了,就是有点渗油,不是太严重, 然后,现在检查的就是这个上旋挂,上旋挂有问题,来看一下这上旋挂,看到没有, 这个上旋挂,这个上旋挂,这个上旋挂,好吧,马上拆下来换,看一下,这个车子,开了十年,三十五万公里,原车的这个上旋挂,前面的上旋挂,看到没有,今天才换,看到没有,这里,套旋挂的,看得出了吧,这个建设, 已经烂了,最换新的了,是吧,哇,说真的,如果其他车子开三十五万公里,十年的话,早都不知道换了多少片了,它这个车子还没有换过,第一次换,我看球头,球头不行的话,也把它换了,觉得好像有点矿, 换的也是原车的,换过没有,没换过,没换过,没换过,还可以用,好吧,就换个上旋挂,现在揪的,原车的揪的已经拆下来了,这个跑了十年,三十五万公里,看一下,就是那个套子来了, 那现在准备装的时候,它身上有这个调器,调这个青角的垫片,我还是得装上去,如果说这个跑起来,有跑偏,刺胎的现象,就必须做四人定位,当然最好是去做一下,我们换到上旋挂,都要做,懂得没有,这种有垫面的必须要做四人定位, 好好好,等下我给你先装完再说吧,把新的装上去就完了,球头没有换,球头还可以用,这是原车球头,虽然说,这个球头里面,没有比较充狂,但是没有间隙,一点间隙都没有,现在这个左边的悬挂,上悬挂已经装好了,这个球头是原车的,三十五万公里,十年的条没换,然后这个, 这个,这个的螺丝,我给它全部,抹了一下,打了胶,因为这个螺丝很容易松, 这个后面的这根轴,主轴螺丝,还有这,两边我就是打了胶的,这个太容易松了,这个, 还有就是空气已经排完了,这个,这边都没什么问题了,主要是这个胶套容易坏,但是这个车的话,跑了十多年,三十五万公里,这也真了不起, 只换个简单,其他的都是原车的,还有看这里就知道,大部分的车,跑了十多年的话,这个, 这个轿子的前面是全部投烂了的,龙门家这个位置,现在它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,包括, 驾驶车轿都还是好的,说真的,这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,好吧,轮胎装完都完了,这车, 试一下车,待会看看风扇怎么样,因为放了风扇, 我对你们接着吧! 对不起,我对不起,百事 还好吗? 来到银传有器全部颗改给我们的颜色里面,